美国想让沙特踢中国出局 沙特是如何表态的 为什么一个条件就让美国破防 开始威胁了 自从去年3月 沙特和伊朗在中国和解以后 中东的大事就已经形成了 但美国偏不甘心 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被削弱 最近还想逆改大事 让沙特踢中国出局 没想到沙特提了一个条件 美国答应了就能谈 可就是这个条件 却让美国破防了 前几天彭博士报道 美国和沙特很快就要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 根据这项协议 美国先会给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除了过去旧有的5G供应军事援助以外 美国还允许沙特购买之前 禁售的先进武器 同时美国还会帮助沙特和以色列建交 另外美国还要在沙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 进行重大投资 并且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项目 而以上这些只需要沙特答应一个条件 就是限制中国技术进入沙特的最敏感网络 毫无疑问 美国是在利诱沙特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二选一 一方面 在八一冲突持续外移的当下 美国想要强化对沙特的控制力 缓解中东紧张局势 稳定中东地缘政策格局 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增长 另一方面 在科技领域 中美竞争日益激烈 美国想要在中东构建一个排他性的技术联盟 把中国踢出局 达到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的目的 在美国看来 自己做了巨大的让步 给沙特出的价码已经很有诚意了 沙特应该马上答应 但没想到沙特外交大臣表示 协议非常接近达成 不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真正落实两国方案 做到了这点 双方才能继续谈下去 问题是 以色列政府受极有一势力的影响 几乎很难答应这个条件 美国要想强逼以色列点头 除非将现任以色列政府赶下去 扶持左伊势力上台 但这样一来 既不符合美国的中东战略 也会让美国损失不小的利益 美国选择这样做的可能性也很小 很明显 沙特不想答应这个协议 有不愿意过分得罪美国 所以把皮球踢了回去 毕竟站在沙特的角度 中沙两国在过去几年里 在多个领域密切合作 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意毁约损失巨大 而且美国霸权衰落 正是中东抱团自主的好机会 再说了 美国在大选前的承诺根本不能信 要是拜登连任还好说 万一特朗普重新上台 有很大概率会不认账 沙特的态度让美国奇迹百坏 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公开表示 要是沙特不同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那美国就不和沙特签防务协议 美国这无疑是在武力威胁沙特 但这恰恰说明 美国已经拿沙特没招了 只老虎终究是只老虎 一戳就破了 正所谓中东大势以南威 美欲逆转却自威 沙特戳破没面目 直湖中将漏真言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添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